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阿波羅網報導 競現習最不願看一幕 粉紅大本營便衝塔娛樂中心 綜合報導 毛岸英因蛋炒飯而死 中共出面闢謠反實錘 中俄聯手陰謀曝光 最新密謀計畫被成功截獲 疫情有期 中共專家站臺謝真相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11月25日星期六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右方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競出現習近平最不願看到一幕 粉紅大本營便衝塔娛樂中心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中國的虎樸網站一直被網友們詬病為粉紅大本營 然而最近的一則衝塔消息恰恰就是發生在該網站 因此有網友分析說 這說明前幾年的大學生們開始紛紛走進社會了 粉紅大本營也開始變成衝塔娛樂中心 眾所周知 在虎樸上很多話題都可以被拉出來打分 比如什麼體育賽事 明星網紅 天文地理 熱點事件 不過網友們最近的一次打分獲得了相當大的關注度 在百家姓頁面 眾多網友紛紛前去給習姓打分 而且給的直接是一星差評 虎樸一看嚇得趕緊將習字隱藏 但是這難不倒聰明的網友 人們蜂擁而上 他們換了一個姓 再度給貂姓打一星 雖然明知貂比習少了一個筆劃 虎樸對網友們想表達什麼還是心知肚明 於是緊急下架了百家姓打分 對於這戲劇性的一幕 一位網友評論說 到處都是敏感詞 到處都是敏感點 還有人說 虎樸要罵娘了 再這樣下去要關門了 兩虎樸都不高興了啊 虎樸不是鐵粉最多的嗎 虎樸前幾年給人的印象是愛國粉紅大本營 如今成了反賊衝塔娛樂中心 說明什麼 說明前幾年的大學生們開始紛紛走進社會了 百家姓評分都沒了 總有一天 所有評論 打分 彈幕功能全取消 進評 進評 胡友們趕緊去給負評打分呀 這種投票本質上是具有民主意味的 他們最害怕這個 還有網友介紹 清朝秦禍後人秦大使 與岳飛墓前提對聯約 人從宋後修明慧 我到墳前愧姓秦 還有人介紹說 其實在古代取名叫憲忠的人很多 自從明末出了個張憲忠之後 取名叫憲忠的人數量直線下降 這算不算名人效應的反作用 張憲忠確實算名人 不過他出的名是臭名 毛岸英因蛋炒飯而死 中共出面辟謠反實錘 中國大陸很多人今天在發這張圖 1950年11月25日 時任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長子參與韓戰的毛岸英 在朝鮮平安北道大躍動的共軍指揮部遭聯軍空襲喪生 得年28歲 此後 聯軍及美軍方面如何得知毛岸英的位置而一舉空襲 便流傳出許多說法 至今未熄 近20年來 毛岸英吸引蛋炒飯引來敵機而喪生的說法 已因此在中國民間流傳 近年來 蛋炒飯三字更在10月23日毛岸英名誕即11月25日祭日前後 被一些中國網友做文章以表達不滿 成為網絡敏感詞 官方性指的中國歷史研究院25日針對毛澤東長子毛岸英因蛋炒飯喪生而證明 澎湃新聞報導 這部全長4分29秒 題為《毛岸英烈士逝世73週年 還毛岸英烈士清白的短片旁白說》 民族大疫前 硝煙戰火中 毛岸英毅然奔赴朝鮮戰場 壯烈犧牲 然而 毛岸英烈士為國捐缺的壯舉卻被一些人鋪上了各種髒水 其中 有以毛岸英犧牲是因其做蛋炒飯生火而引來敵機的謠言最為惡毒 旁白強調 英烈不容玷污 歷史不容褻毒 今天 戳破謠言 澄清史詩 淨到英魂 還烈士清白 短片旁白提到 做蛋炒飯生火 引來敵機的說法 來自曾參與韓戰的共軍司令部作戰處副處長楊某 不敢說楊迪的名字 強調當時的共軍根本沒有米飯可吃 只能吃高粱米 又指蛋炒飯的說法被其他的證人反駁 破綻百出 阿波羅網報導 楊迪回憶錄中特地提到一個細節 那就是 雞蛋是朴依宇送給彭總的 而毛岸英把雞蛋炒了吃了 所以楊迪會印象深刻 朴依宇是朝鮮次帥 金日成是元帥 下面有三位次帥 楊迪1998年的回憶錄在志願軍司令部的歲月中說 目睹了毛岸英遇難的全過程 按照紀律 有空襲的白天嚴禁煙火 路過彭總辦公室時 看到煙筒冒煙 立即跑進裡面去看看 有三個人正在用雞蛋炒米飯吃 這些雞蛋是前一天黃昏 朴依宇給彭總送來一小筐約十多個雞蛋 這在當時的朝鮮是極難得的 當時彭總已吃過晚飯 還沒來得及吃 三人中 我只認識成普 一位是彭總的俄文翻譯 一位是才從西北調過來的參謀 姓名我不知道 成普是志願軍司令部辦公室主任兼彭總作戰室主任 我問成普 你們怎麼敢用送給彭總的雞蛋炒飯吃呢 趕快把火弄滅 成普說 我怎麼敢呀 是那位翻譯同志在炒飯 毛岸英在志願軍一直用的是化名 只有極少數人知道他的真實身份 當天 楊迪和司令部其他人員都不知道 被幹掉的是毛澤東的兒子 中俄聯手陰謀曝光 最新密謀計劃被成功截獲 《華盛頓郵報》11月24日報導稱 根據烏克蘭安全部門截獲的通訊 俄羅斯與中國與政府有聯繫的企業高管 就修建一條連接俄羅斯和克里米亞的水下隧道計劃 進行了秘密討論 希望建立一條不受烏克蘭攻擊的運輸路線 報導指 談判凸顯了俄方保持對克里米亞半島控制的決心 克里米亞半島是俄羅斯於2014年非法吞併的 同時也表明 莫斯科越來越依賴中國作為全球支持的來源 據美國官員和工程專家表示 如此大規模的工程可能耗資數十億美元 需要數年時間才能完成 這些郵件是由烏克蘭官員提供給華盛頓郵報的 他們希望揭露該項目以及中國可能參與其中 該報另外獲得的其他信息也證實了這些郵件的真實性 其中包括公司註冊文件顯示 郵件中提到的個人參與的一個俄中財團最近在克里米亞成立 專家們說 儘管該計劃的可行性受到質疑 但俄羅斯有明確的理由推行這一計劃 獨立學者吳祚來11月25日在X發文說 美國二戰後不想管台灣與朝鮮半島了 金家發動韓戰 美國不得不動員聯合國回來打仗 然後 台灣就被美國保護起來了 現在 毛主席又與俄雄玩一次 我先幫你解放烏克蘭 然後你幫我解放台灣 美國這次提前回來了 升級了台美關係 如果打台灣 台灣就會宣布獨立 也就斷了中共的念想 疫情又起 中共專家站臺謝真相 近來 中國大陸醫院爆滿 與一年前的情形類似 中共專家試圖用所謂支援體肺炎等搪塞 11月13日 中共國家衛健委召開新聞發布會 有記者問 近期網絡上有很多人說自己全家都感染了支援體肺炎 但也有人認為 其中很多常年人感染的是大流行病 請問專家怎麼看這個問題 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長同昭輝稱 急性呼吸道感染是常見的呼吸道疾病 肺炎支援體 大流行病 流感病毒等引起的症狀相似 支援體肺炎是我國5歲及以上兒童最主要的社區獲得性肺炎的病原體 中共專家達非所問還試圖輕描淡寫 記者問 支援體肺炎是否就是感染了大流行病 中共專家迴避了問題 把目前醫院人滿為患說成是正常現象 但又把肺炎支援體 大流行病 流感病毒放在一起說 有意混淆 支援體肺炎應該不同年齡段都可能發病 老年人是免疫力低的人群更可能發病 此波患者看上去主要是孩子 或者孩子先發病 症狀更嚴重 但中共專家解釋不了 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長通昭輝也承認 今年的流行中 3歲以下的兒童也有感染 呈現低齡化的趨勢 大紀元發表時評人中原的評論文章指出 中共專家編造的說詞站不住腳 大流行病有可能出現了新的變種 對兒童的感染性或侵入性更強 但中共專家非說是常見的呼吸道疾病 試圖掩蓋大流行病新變種傳播的可能性 這些人再度替中共站台 又一次視老百姓的生命為草劫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按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 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訂閱我們按照應 評判 感謝你開始